冷靜點 細心聽清楚 剛才那段影片的人是怎樣說的 你再聽一次回答 是影音市團說 楊永祥是專家 並不是楊永祥自己說自己是專家 你又怎可以說 余牧師說錯呢 余牧師是說他們沒有 以專家的身份自居 楊永祥沒有以專家的身份自居 余牧師在這裡並沒有說錯 你不應該抽情他 你想想是一個相當複雜的語句 很多人都以為撿到很醜攻擊他 你冷靜點 余牧師有的閱讀能力是在你們的知上 這些就叫分析能力夠高 你們個個都看錯了 眾人皆罪就是他獨醒 是吧 另外他又提到 什麼 程度和數量的證據 才足夠令到普遍教會群體和公眾信服 才可以消除一般人的考古疑點 而事實上是 除了 羅雅一家之外 誰可以百分百證明 余牧師在這裡說話是非常重要的 你看清楚 除了你可以找到 羅雅一家之外 誰可以百分百證明 羅雅方舟和洪水的故事 他這樣說 根本就不可能證明 羅雅方舟 和洪水的故事 嘩 是不是石破天驚 是吧 作為一個牧者都敢死這樣說 張長志那些走開 你夠不夠膽直接這樣說 羅雅方舟是不能夠證明的 這些就是霸氣 余牧師就這樣說 你其他那些李斯敬 張長志那些都不敢明確地說 這些就是勇氣 你這個人沒有那麼熟靈 你看聖經不是看得夠通的 你怎可以這麼有勇氣 能夠說出這樣的說話 然後去到後面 我看到這裡我忍不住 我哭 一滴滴眼淚 流向心頭 他這樣說 用自己的批判自由 去壓制其他人的表達自由 甚至是剝奪 其他人自變的權利 然後還加一個感嘆號 他從來沒有說是誰打誰 很多人看到 自己對號入座 那些六十幾位教目 以為余牧師在罵你們 完全去壓制了 影音視團的表達自由 就剝奪了影音視團自變的權利 你有剝奪到嗎 你六十幾個人 你不要對號入座 不是在說你 現在 現在影音視團還可以 你嘴巴挖挖 到處開報導會 他弄兩條片 罵你回頭都還可以 他完全可以自變 所以 他不是在說你 他是在說我 他在說我 我 敲天多 被影音視團 剝奪了 表達 表達言論的 自由和權利 Sorry 我想哭 真的很感動 我為什麼這樣說呢 他不說起 我都沒有試過 我一試過我才知道 這裡就是YouTube 這就是影音視團 上載的影片 你看到左邊 他寫The media evangelism 現在YouTube樣子衰了很多 但你也看到 剛才我嘗試留言 例如 袁文輝今天挺帥的 我就嘗試留言 You are so handsome Give it a try You are so handsome 先留言 發佈 Holy shit 這部影片的擁有者 已將你封鎖 他為什麼要封鎖我 他為什麼不讓我留言 我沒有試過踩他牆的 是吧 為什麼這樣呢 所以 其實余俊全牧師 在說的 在為我 在說好說話 很感動的一幕 不過接下來還有其他需要討論 聯署的其中一個焦點就是針對影音視團的籌款和財務報告的問題 其實任何機構都不會的 也沒有必要把全部的內部帳目公開 其實除了聯署信之外 胡志偉牧師 他也在一個影片中 明確表示他們應該是透明度高一點的 例如 胡志偉牧師 他也在搞一個機構 他是一個機構的掌討人 例如我的機構 即是 即是 即是很公開 即是我的帳目 你想看隨時都可以看 我主動公開的 但是你看 余牧師這些就有insight 即是他指出 其實任何機構 都不會公開的 是吧 那麼胡志偉的機構 公開了 那代表什麼呢 那就代表 胡志偉的機構其實不算是機構 是吧 即是余俊全牧師 他就不會直接說 你接軌了他 好像網上那些人 叫亞視接軌了他 你這樣說很hurt人 即是他在這裡繞個彎 很曲線地說 你有心人你就聽得出 其他人聽不到 所以他也是為胡志偉牧師 留下台階 是吧 即是他 就是redefine了他的機構 即是他勸喻他 不如你接了他 我想他是這樣的意思 但是以一個很gracious 很gentlemanly的方法來這樣說 OK 然後呢 這段他又說 對於社會上很多不公義的事 教會裏違背真理的言行 你都不會看到 那些 華人 華人教目領袖 神學界人士 有這麼齊心的舉動 是吧 即是平時 社會上不公義的事 又不見他們撲出來 批評影音士團又這麼賣力 但是我知道 你在這個時候就會想到 余俊全牧師 你現在就登了一篇文在 勁鬧這六十幾位教目 登了在 時代論壇 那你又有沒有曾經試過 對於社會上一些不公義的事 寫了一篇長文 登在時代論壇那裏罵他呢 我告訴你沒有 咦 那你是不是有些 不是很妥呢 你這樣說法 我告訴你完全沒有不妥 牧師是很明白一個道理 當你用一隻手指指著人的時候 你還在用其他三、四隻 有些人說四隻 我只能屈三隻 指自己的 所以你作為一個牧者 在你批評人的時候 你就要有自嘲的覺悟 余俊全牧師在這方面 我可以說他是出雷拔垂 他罵人的時候他會罵自己 是不為餘力的 是完全不留情面的 所以他說話是極之公道的 OK 到最後 這班人 他們是做出一些 連主流專家都不會作的批評 連主流專家都不會說這些說話 但是你看 那個 聯儲信 他裏面 有很多名字大家都很熟悉的 例如 梁飛生博士 賴若翰 John Byron 還有 阿曾思汗 張寶寧 鄺炳超 龔立仁 李耀全 關啟文 等等 他就說 這些 其實不是一些主流專家 我以為他們是主流專家 他講一講 我再想 Oh no 那麼多年來我原來被他們騙了 我以為他們是主流專家經常去買他們的書 哎呀就有很多基督徒都窒了 但是現在 余進傳 其實他們不是主流的 不或者負流 可能是下流 那就是要明白 人不主流也係網專家 現在 余進傳 趣剔不か 已經觀眾名也不是主流 他们不知是什么流,不入流 很厉害,这个余俊全是教内名嘴的 余大班可以说是 揭露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我一直以为那些是主流 很多书室、出版社的酸道、基道 帮这些所谓的主流专家出书 很不适合,我就打算起草 写联署信,谴责这些书局 我希望到时余牧师能够支持我 在上面放大名字 只有我们两个联署,其他人不重要 余俊全的名字,我敢说一个顶五千个 我敢说 以上就是我对于余俊全牧师这封信的小小看法 希望大家不要再误会他了 其实他不是这样想的 不过当然 有很多其他人死硬颈 我都需要承认我不能排除一个可能性 可能余俊全是有严重的阅读障碍 如果他有这个病,病情非常严重 因为根据我们刚才看过那封信 他不单止不能够阅读理解到那封联署信的内容 甚至连自己写那封信都不能够理解 其实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我就劝他尽早看医生 有病就吃药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